今天要介紹的是 UNIQ HOVIO這款5000mAh的磁吸行動電源 基本操作跟電話識別 現在我手上的就是HOVIO的本體 它有一個金屬自駕 方便使用者實力或援放收機 按一下開機鍵的話是開機 然後關機的話可以等待30秒後自動關機 或是按兩下先解除無線充電模式 然後再按兩下進行關機 燈號部分從左邊到右邊所來的三顆白燈 表示行動電源目前的電量 第一顆表示0-33% 第二顆是33-66% 三顆是66-100% 最後一顆藍色的燈表示 HOVIO目前的無線充電狀態 藍色表示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直接把手機貼上重無線充電 閃爍的綠色燈號表示 目前是正常無線充電中 如果檢測燈號為藍綠交叉閃爍表示 行動電源偵測到異物 不能進行充電 如果要對AirPods進行無線充電 建議沉壓4秒 進入導電量模式 白色燈的話 給門10秒 會顯示流行燈 Hopio也可以直接點接電源線 當作無線充電版使用 會先充到手機之後 才充行動電源本體 如果溫度高於28度以上 會自動從輸出的15W 慢慢調降成5W 來保護夠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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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